Hello大家好,我是柯林,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 相信不少朋友们已经使用上了XDGBT 或者是正在为注册XDGBT而返老 今天我跟大家介绍一个在HeadHop上很火的一个项目 它可以让大家免费的使用XDGBT3.5版本和XDGBT4的版本 它的一个大概的原理呢 就是它可以为专程用户去访问那些 已经可以免费使用XDGBT3.5和免费使用XDGBT4的功能 大家也知道现在就说随着XDGBT的面试 已经有很多公司或者网站呢 他们已经宣称可以免费的使用XDGBT3.5 甚至说是XDGBT4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项目呢 就是可以让大家免费的使用XDGBT3.5和XDGBT4的 要部署这个项目呢其实不难 但是呢我也发现我自己在安装的过程中呢 也出现了一点小写的问题 而这个视频呢正是给这些想免费使用XDGBT 或者是您之前有想部署这个项目 但是您却发生一些问题的朋友们 这个视频呢应该可以帮助得到大家 在开始这个视频之前需要给大家指出的是 视频录制的时间为2023年5月6号 我因为很多原因呢延误了我发布视频的时间 这个时间应该是项目发布的初期 或许应该会有很多变化 如果反显好的话 我也会继续介绍这个项目 首先我们打开他的网站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他的一个责任声明 这边呢是他引用的一个网站 FourFactor 这个就是我之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项目啊 这个项目是现在宣称可以免费使用XDGBT4和XDGBT3.5的 这个PoE.com呢就是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啊 这个是美国版本的一个知乎 就是美国的一个问答网站 他现在也是可以使用XDGBT4和XDGBT3.5 包括这个Bin Bin.com呢 他也是宣称可以使用XDGBT4和XDGBT.3.5的啊 那这边也是说了啊 目前最好的XDGBT4的一个支持 就是这个FourFront 然后这个XDGBT3.5呢 就这个U了 这个安装过程呢显得很鳥草啊 还有两个安装模式啊 当然这个安装模式的话 它都是针对Windows系统啊 如果你们是Lewis系统或者是Mac系统的话 有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问我啊 我这边可以回答 但是我现在目前也没有安装这个虚拟系统啊 所以我还是以这个Windows系统为主啊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在Dock模式下 我们今天呢 就主要是介绍怎么样在这个Windows下面 部署这个系统啊 首先很简单啊 首先我们在它的这个下载页面呢 我到时候会发带我的这个视频的说明区啊 在这个下载页面呢 点这个code 然后点这个下载啊 然后下载完之后呢 我把它下载在桌面呢 我把它解压啊 解压了得到了这样一个文件啊 我们复制到任何一个目录啊 比如说复制到这里啊 这个GPT4Frame-Map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执行目录了 这个要记好了 安装的话也是非常简单啊 然后我们先启动这个命令提示符 啊 然后我们把它订阅到这个目录啊 把这个patter安装到这个文件夹里面啊 然后呢 这个呢 将创建一个名为Venv的Patter虚拟环境 并在第一旁GPT4Frame-Map目录下的 1-1文件中安装patter解释器和其他依赖项 当然了 这个你不一定要安装在第一旁 你也不一定要文件夹叫这个名字 这个只是我们现在作为一个释放啊 不一定要跟我一样 然后呢 再激活虚拟环境 在命令提示符中 输入以下命令啊 这个我们就进入了Venv的这个环境中啊 这边呢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 我为了就是说做这个视频呢 因为他这个安装介绍写的比较简陋啊 而且又是全部是英文的 因为这个原因呢 我自己专门写了一个中文的安装教程 就是为什么要写这个教程呢 写这个教程呢 疑似因为想要视频呢 看起来比较简洁 一目了然 第二的话呢 也是希望安装的时候呢 输入代码的话 自己会方便一点啊 让大家看起来更直观 然后我们再激活这个虚拟环境啊 在命令提示符窗口中输入一下命令啊 这边就重点来了啊 这边就是这个目录啊 他他已经换掉了 他换到C盘 你们一定要记得啊 把它切换到D盘啊 你要不然你就是安装不了这个依赖项啊 这边就成功又切换到了D盘 然后再安装命令所需二的Potent包 这边他的意思是说 没有找到这个文件啊 那他应该在下一个文件中啊 因为我们这个下载的时候 他这里是中间是隔了一个文件夹的啊 你看见没有这里有一个这个文件啊 应该在这里啊 在下一层的目录里面啊 好这边就开始安装了啊 当然这个的话呢 我之前已经安装过一次了啊 如果您是第一次安装的话呢 可能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啊 主要是这一个步骤会比较长 我这边已经安装过一次了啊 然后呢 在这之后呢 将这个文件呢 从GUI目录移动到啊 这个目录的文件夹中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复制到正确位置 好已经复制了啊 然后最后呢 再启动GUI应用程序 在命令提示符窗口中 输入以下命令 这边是我之前已经启动过了啊 如果是第一次启动的话呢 他会问你 就是说需不需要输入这个邮箱 也接受他们的信息啊 这边我们就已经进来了啊 然后我们就随便跟他发个信息啊 OK 这边呢 跟大家说明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这样的问题呢 因为我们运行这个程序的话呢 它是使用一个网络程序访问的 这个问题很正常 我们要避免的话呢 我们只要设置下代理就可以了啊 这边有个问题很正常 我们把这个界面翻译一下 然后呢 我们点这个报告错误 因为有其他人也有反映过这种问题啊 我们找一下 就是跟我们有关的这个问题啊 之前有人提到过这个问题啊 好 在这里啊 啊 这个呢 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需要把你的代理设置下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安装这个文件会出的一个问题啊 解决办法就是啊 在这个安装目录下啊 找到这个文件夹啊 就是把把这个文件打开 然后呢 在大概是这一行的位置啊 添加你的这个 这个IP地址啊 然后添加一下这个代理啊 要注意啊 这里的话我们要打一个英文的这个感号在这里啊 这代理怎么走 这个代理很简单 就是打开右下角 然后点这个internet 网络和internet 然后再点这边的一个代理 然后这边就是出现了一个我们默认的代理啊 我们就输入这一串啊 一定要是英文的情况下输入啊 要不然这个格式不对啊 然后再输这个点号 然后再打回一个引号啊 然后再保存 这边再重新运行 重新运行说没有这样的主机 我们把这个代理设置这里面这个前面这一串文字的删掉啊 删掉 然后点一下保存 然后再试一下 然后呢 我们完成了这个设置保存之后啊 这边就正常了啊 这个目前呢 还是一个刚刚推出的一个项目啊 这个怎么使用的话呢 目前我还没有搞得很清楚啊 当然你也可以访问他这个他现在运行的一个网站啊 这个网站他说目前正在实施新功能并尝试扩展他 请耐心等待他可能不稳定 这个网站是我开发的 包括GDP4 3.5 互联网接入和GDP月遇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网站 打开之后呢 是这样子的 然后左下角呢 是可以选择GDP4的啊 服务器已经关闭了 我看一下为什么 应该是他这个属于有点像黑客行为啊 他这边回答说 由于法律和个人问题 此储存库的开发速度 可能会在接下来的一到两周内放缓 对此由此造成的任何不便 我深表歉意 我一直在这个小型个人教育项目上付出了很多奴隶 现在他正处于被取消的边缘 因为他这个有点 就是说他他等于是 接入了人家的网站 人家可能就是付了钱 购买了这个ChatGDP API 所以才可以让这个ChatGDP3D5 跟ChatGDP4免费 他这边有点像这个盗取边缘的这个利益啊 我们先问一下 这边是无法访问的啊 所以得还是访问我们本地的这个项目啊 这个其他的功能的话呢 到时候大家可以多多研究啊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内容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呢 对于这个项目呢 发表您的看法或者意见 那么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谢谢大家支持这个视频 我是柯林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 关注 发表评论 然后关注的朋友呢 也记得开启一下小铃铛 你们多点赞 多转发的话呢 我的视频呢 就会让更多的人知道 然后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 那么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